为了确保对中国华为等黑名单的晶片管制 美国正对亚洲各地加强执行的力道 日本媒体日经亚洲就披露 美国商务部在去年6月派遣区域出口管制官来台 协助确保台湾科技业的供应商不会违反华府规定 美国对中共制裁持续加剧 为了确保对华为等其他出口黑名单的中国公司 落实相关管制措施 美国正在亚洲各地加强执行力道 去年6月首度派驻区域出口管制官林安杰到台湾 协助确保台日韩三国企业为违反华府规定 去年12月由经济部国贸署主办的 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规定宣导会 林安杰担任奖者他受访时职言 这个前所未见的职位任命反映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 重要性简直目前美国在全球各地一共派出十一位出口管制官 26日外媒报导披露任职美国工业际安全局负责出口管理的美国商务部副助理部长鲍曼 今年稍早也抵台授客目的为了帮助科技公司更加了解美国的出口管制内容及如何遵循 据了解包括台积电联电等台湾最顶尖的科技业供应商都派高阶代表出席 报导指出美国除了确保自身管制措施能更彻底执行 加紧号召在亚洲的盟友像是日本实施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 也有消息传出随着HBM晶片需求上升 美国下一轮的晶片制裁将纳入一些先进的HBM晶片 政府的关注也会增加 新唐雅特电视曾一豪李晶晶综合报导